这里是法拉圣主干道缅街上 今天法轮功游行队伍将会分为三大方阵 现在镜头正在看到的是打头阵的法轮大法号方阵 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下 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功的动功功法 亮丽的条幅上写着中英文的法轮大法号 真善忍大字 吸引过道两旁民众拍照留念 紧随其后的事停止迫害法轮功方阵 有民众向对武术大拇指 表示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共产党主要说存在一天 老百姓就不会有什么好机会 非常好 哎呀 得道多助食道寡助 相信那个正能量总是那种黑暗的一面早晚会结束的 希望所有人都支持法轮功吗 防受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 最后是全球退档服务中心 带来的声援三亿七千五百万勇士 汇出中共党团队方阵 1999年4月25日 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方 要求合法修炼环境 425被誉为中国上方式以来 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上方 局势瞩目 可是中共却在425后 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至今仍未停息 向人们表达这个法轮功反迫害的决心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唤醒更多的人 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20多年来 亿万法轮功学员面对空前的血腥镇压 仍然坚守信仰 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 拥有美好未来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正当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于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转线 0800-566-688